男子为爱莲杀二人 被包整判处十年徒刑 岂料他竟嫌判得太重 裴木文认为自己杀的乃是旧由自取之辈 石波翔夫妇丧心病狂 不仅欺凌欲奴还逼良为娼 如此奸恶之徒本就死有余辜 这只不过是借他之手为世间除害而已 可包整却觉得他并非执法之人 无权断定他人是否死有余辜 若人人都像他那般自以为准则 以一己之好恶断他人之生死 那岂不是天下大乱 还要律法何用 所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裴木文所犯之罪理当问斩 但包大人纵观全局 念在他素无恶端 且是仗义人侠之辈 此次杀人又非预谋 这才酌情处理从宽量刑 将死罪改判为十年徒刑 却不想裴木文对此判决依然不服 按他所想应当判弃无罪 这得寸进尺的做法令包整大怒 胡说你连杀二人岂可无罪 且不论你杀人动机为何 也不论他二人是否咎由自取 如此判刑 已是法外施恩 你莫要不明轻重 不知好歹 妄图无罪 退堂 退堂后展招来向包整求情 希望他能法外施恩破格同款 将裴木文十年之罪再予以轻判 包整十分理解展招的报恩情切 然而法这一字 不能因一人之死而偏 更不能因重报之危而切 这是身为一个执法之人 要坚守的基本道理 展招固然不是一个因私恩私毁 就失去公理公义的人 但那裴木文终究是因为他的劝说担保 才主动来到开封府投案自首 再加上他曾受恩于裴家 展招向包整询问 难道就真的没有其他补救方法吗 其实包大人也很同情裴木文 于是向展招指明了一条道路 若要依法论法 要谋求补救只有上告意图 也就是说要是裴家不服他的判决 大可上告刑部甚至大理寺 依法谋求他自然不会有意义 展招来牢中把这个想法告知了裴木文 木文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就算上告也是徒劳无功 有多少人在开封府被定罪之后 曾经上告而在驳回 即便现在展招为他奔走说情 他心里依然埋怨着他 木文认为若不是听了他的话 自己也不会落得个十年牢刑 原本展招就因为这事而自责 他向裴木文表示 若真有十年牢狱之灾 他绝不置身事外 会在牢中陪他共同度过 展招这么做也算是人之意境 接着张龙也来到牢中探望裴木文 除了展招他也曾受过裴家恩惠 刚好这时木文需要他帮忙 现在马雄还不知道他已被判十年 便让张龙去通知他 让其尽快赶来一趟 马雄和柳总管得知这一消息 纷纷为裴少庄主名不平 都认为这一判决太重 柳总管让马雄先去牢中探视 他则去找展招算长 当初都怪他一力怂恿投案 裴木文之所以让马雄来牢中 是想向其询问心上人的事 在升堂之前他便让御奴先行离开 到他指定的地方找马雄会合 可如今从马雄的口中才知道 并未见到御奴的身影 木文猜想这多半是出事了 于是命马雄立刻寻现去找 柳总管一见到展招就大肆责备 说他之恩不报寡一搏情 可他不知的是展招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展招向其说出了上告一事 开封府之上还有刑部还有大理寺 以天下第一庄与朝廷的渊源 大可透过朝中大臣上告遇状 请皇上特指赦免 柳总管听后态度瞬间转变 心想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要说这天下第一庄的称号真不是浪得虚名 交友之广遍及朝野 上至王公俱清 下至三山五岳 到处都是他陪家庄的朋友 片刻大理寺少卿王大人 和刑部侍郎朱大人就连妹造访开封府 他们来此的目的主要是想探测包拯的口风 如果陪家不服十年判决 上道到刑部或者大理寺 而刑部和大理寺都认为包大人判得重 到时候他是否会坚持原判 包拯有意松口 言道一旦陪家上道 量刑轻重权在大理寺级刑部 他无权干预 现在是这样说 之前包大人可是干预不少 随后包拯还有后话 倘若是因私害功谋杀法理 改判那裴沐文杀人无罪 本府万万不服 离开开封府 两位大人立马来见了柳总管 并传达了包大人的态度 事情要比他们想象中顺利得多 只要案子移交刑部或者大理寺 横情论里 从轻量刑事在必得 柳总管在外已经打点得差不多 岂料这时牢中的裴沐文又横生之节 马雄打听到了食欲奴的下落 他果然是出事了 如今他坠落山谷浑身是伤 婚离中被一名侨夫所救 外伤到还其次 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双眼失明 不能单独行走 裴沐文得知情况无法平复心情 他要出去见他的心上人 命马雄立刻设法联络张龙 该是他出力的时候 张龙得知裴沐文要越狱 甘愿助其一臂之力 他假接聚会的油头灌醉了牢头和牢族 拿来要是放走了裴沐文 马雄则在外接应 张龙自知这么做有愧包大人 于是事后留下遗书饮下毒酒 想要以此谢罪 幸亏赵虎发现及时 又得公孙策及时医治 命虽然是救回来了 但此局已然元气大伤 得知裴沐文越狱包整大发雷霆 命斩昭即刻将其追拿归案 并提醒他公司之间要有分寸 开封府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击鼓高壮 竟当面质问包整疏乎之责 裴沐文年十二人 八大人只判他十年的刑 关的大牢 是天人越运逃亡 包大人岂不是有侵判冻他 丁大人此来 莫非并不是身告案情 而是要训诫包整 刑部尚书丁大人措辞犀利 来者不善 包整自问自己断案 坦荡磅落绝无偏思 自然不会任由他无端指责 丁尚书之所以如此生气 是因为裴沐文强行拐走了他的柚子 而裴沐文本应该被关在开封府大牢 罪犯越狱 开封府是何等的疏忽 不过吵归吵 包整还是答应了丁尚书 只要令郎至今无恙 他便会尽快将其救回 那裴沐文究竟为何要如走尚书幼子 裴沐文越狱之后赶到了乔富家 见到了那个一直让他心心念念的人 看到裴奴的现状 沐文满眼心疼 而害裴奴如今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 就是丁尚书的小儿子丁继武 离开开封府的裴奴自知自己配不上裴沐文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幸不祥的女人 唯一的归宿应该是远离红尘出家为泥 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山上走 谁知这时正好碰到丁继武上山打猎 看到有漂亮姑娘 这位富家小少爷立马玩性大发 不断地用言语调戏裕奴 他一时害怕就跑了起来 就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 丁继武意识到了前面的断崖 立刻出言警告 并言道自己不再追赶 可惜为时已晚 裕奴还是失足摔了下去 不知在山下昏迷多久 醒来之后发现两眼已经失明躺在这里 裴沐文听后认为当务之急 不是去追究那个欺负裕奴的恶手 而是要尽快治好他的眼睛 他派马雄即刻进城 不管用多大关系 花多少银两 务必要把开封最好的大夫请来为裕奴医治 很快马雄便把当地的两名神医请了回来 经诊断裕奴的病情颇为严重 如内出血 血肿快刚好压迫眼翘的经络 所以才造成目不能使 以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已经要失望向 沐文接受不了裕奴就这样离开人时 于是又请来了御医为其诊治 可即便是大伯手也无能为力 裕奴的伤势慢则十天八天 快则三日五日 一定恶化 沐文听后悲痛欲绝 犹如晴天霹雳 他是要把害御奴的凶手揪出来 另一边斩召将裴沐文越狱的事告知了裴家 柳总管顿感不妙 这一来坏的大事啊 只要少庄主在牢里平安无事 他们上告必能改判 可如今越狱脱逃 包大人必定大动肝火 到那时再上告就麻烦了 柳总管认为当务之急 老庄主应该尽快去找包大人当面请罪 以老庄主的声明情念 一来可以暂消包大人心头之怒 二来请他宽限时日 暂无宣扬 给他们全力寻找少庄主的时间 柳天峰不愧是裴家庄的大总管 形势稳重 手段高明 老庄主来到开封府态度诚恳 直言自己没有管教好儿子 并请求包大人能在沐文归案之前 暂时不将此事宣扬出去 为裴家庄留下三分颜面 也可以无损包大人的威信 包整认为就算他不宣扬也会流传出去 更何况拖延越久 裴沐文的行踪就越难掌控 老熊懂胆 只以三天为行 包整看在天下第一桩 曾为太祖皇帝宣劳立功的份上 便答应了他的不情之情 但即便开封府不宣扬 只也难包住 裴沐文为了替裴奴报仇 趁丁继武在上山打猎的时候 连同马熊一起强行掳走了他 在这过程中还杀死了两名家丁 一旁的管事件情况不妙 立刻脱逃回去报信 裴沐文将丁继武带到茅草屋 让裴奴用声音辨认 但雁明正身之计就是他见阎王之时 得知沐文要再为他杀人 御奴紧忙阻拦 他的并不能因他的死而痊愈 他的眼不能因他的死而复命 这都是已经不能挽回的事实 御奴实在不忍沐文在为他触犯法律 看到心上人苦苦哀求 沐文最终答应 不过他现在还不会放丁继武走 要他留下来为御奴做一切伺候他的粗活 刑部尚书得知自己的儿子被陪沐文掳走 立马来开封府问责 开封府守卫何等森严 罪犯竟会越狱潜逃 这难免不让人误会多想 包整在了解完详情之后答应丁尚书 只要令公子至今无恙 他便会尽快将其救回 本来越狱之士包大人就甚为恼虎 这又闹出杀人掳人事件 包整毫不客气地质问斩招 那裴沐文当真如你所说 是个文无奸凶 人侠仗义之辈 大人 他又发生了什么事 包整将案情如实告知 并令斩招即刻着手拿裴沐文归案 免得他再度逃逸 随后还语重心疼地提醒他 不可再导张龙覆辙 若再有半点寻思放纵之处 莫怪他铁面无私从众论罪 展昭将这一情况转告给裴老庄主 老庄主听后气愤不已 大骂儿子混账透顶 白活了三十多年 柳总管照常一针见血 提议老庄主尽快出面稳住丁尚书 请求人家宽颜期限莫在深究 儿子在前面坐腰 老子在后面收拾残局 可怜老庄主一把年纪还要为儿子操劳 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向官府中人 低声下气求人恩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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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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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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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玉皇皇恩责百姓 皇上提序臣民 包臣感同身受 但依法论法 包臣不服